喜哩哩,我是钻码 今天截至为大家讲温家双煞 打快升级找爸爸的邪恶力量 第六至第七集 上集我们说到打破镜子要倒霉 果然报应来了 大丁被通缉是杀人犯 事情是这样子的 三米收到原来大学朋友的求助 绿衣妹的大哥被控谋杀了自己的未婚妻 警察有大哥在案发时间出现在案发现场的录像带 而绿衣妹则说大哥一晚上都跟自己在喝酒 一个人怎么可能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 大哥家附近的狗也从案发开始变得暴躁一怒 明显是对灵影事件比较敏感 三米看过案发现场的录像带后 发现到达案发现场的大哥 双眼是诡异的白色系瞳孔 当夜路人甲在殴打妻子 结果又一个路人甲进屋 居然有两个路人甲 所以殴打人的路人甲也是假的 两起案子让大丁意识到这绝对是鬼怪猎人的活 兄弟俩怀疑这是变形者在作怪 所感念,这集的怪物没什么悬念呢 变形者是一个统称 只带能够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样子的怪物 比如剥皮者,狼人等等 这次的变形者从生下来就是人类的形状 但是却丑陋自卑 变形者一般通过目标人物的样貌变形 同时变形过后 还能跟目标人物有一定的心灵感应 能够读取目标人物的记忆和思想 总体来说 变形后的他们基本没有破绽 唯一跟人类的区别 就是他们的眼睛在某一时刻会变成白色 瞳孔缩小,如珍惜 大丁通过勘察怪物逃跑的轨迹 发现这个变形者是利用下水道逃跑作案的 并在下水道中找到了一坨皮肉 看来要变形先脱皮啊 对付变形者 只要用银制子弹打爆他的心脏就万事大吉了 兄弟俩揣着装好子弹的枪 就爬进下水道寻找变形者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 大丁和三米找到了变形者的老巢 大丁不幸被变形者打伤 三米想要追出去却没赶上 丢失了变形者的踪迹 兄弟俩爬上地面分头追寻变形者 没有任何结果 大丁和三米只能暂时会合 谁知道 这个大丁是假的 三米不愧是胸空 虽然变形者有大丁的记忆完全没有破绽 但是三米瞬间认出这是个冒牌货 不过就是被变形者打趴 带回了老巢 在老巢清醒过来的三米 只问变形者把大丁带去了哪里 变形者却通过记忆读取 试图用大丁的内心记忆和想法在精神上折磨三米 原来大丁内心就是一个害怕孤独的小孩 最大的梦想就是一家人齐齐整整 可是三米却为了梦想离开了 问题也不知原因的离开 接着变形者无耻地表示 大丁觉得绿衣妹漂亮 所以自己一定要去会会绿衣妹 嗯 逻辑呢 变形者出门了 大丁其实和三米一样也被关在老巢 兄弟搭配干活不累 两人合作挣脱了束缚 这就要去救绿衣妹 另一边 变形者利用大丁的面貌和绿衣妹调情 结果绿衣妹不吃这一套 恼羞成怒的变形者把绿衣妹绑起来打了一顿 还想杀了他 结果被赶到的警察赶走 于是就出现了我开头说的 大丁被只认为罪犯上了头条新闻 话说这个变形者简直就是变态 装扯男人的样子 痛揍女人还杀人 这是迄今为止见过的最让人讨厌的怪物了 因为上了头条 大丁不得不和三米分头行尸 三米掩护大丁逃脱警察的追捕后 找到了绿衣妹 刚没暴揍过的绿衣妹居然完好无损 而另一边单独行动去老巢的大丁 却发现了被囚禁的绿衣妹 显然三米身边的绿衣妹是变形者 变形者就这样绑架了三米 又变成大丁的样子 妄图用大丁的模样杀死三米 造成兄弟残杀的假象 三米和变形者大战三百回合后不敌 眼看就要被变形者杀死 大丁又及时赶到 两枪打死了变形者 这已经是大丁第一几次及时赶到了呀 反正编剧就是这样写的 简直是助攻小男手嘛 最终 死去的变形者 以大丁的身份被警方裁定为 之前相关案件的凶手 并认定已经复发 温家兄弟俩开车启程 三米经过这间大学旧有的事情 意识到自己也许并不适合正常人的生活 大丁却调侃 这种生活蛮有意义的 毕竟很少有人能参加自己的葬礼 这一天 圣姐妹在闺蜜的剑影下 穿着性感去赴男友的约会 两人开车来到偏僻的地方 男友想啪啪 圣姐妹又想拒绝又想答应 结果被刺耳的声音打断 下车查看的男友 就被一个不知名的凶手干掉了 倒挂在树上 被钩子戳死 大丁和三米一直没找到温爹的下落 怀疑温爹故意隐藏踪迹 只好根据哪有怪物 温爹就会在哪的信条 看到了圣姐妹男友死掉的新闻 两人假扮大学兄弟会成员 成功混入圣姐妹所在的大学 并参加了圣姐妹男友的追悼会 主持会议的就是圣姐妹的老爸神父 三米从圣姐妹的口中 混出了当晚具体的情形 兄弟俩每次和美女交谈 都能很快得到情报 颜值果然是大杀气呢 三米把情况告诉大丁后 两人争论 这次的怪物到底是钩子男 还是隐形人 或者是鬼魂呢 不得已 只能到图书馆查阅相关资料 兄弟俩查到了一个传教士的旧文 他被控谋杀 而他犯罪的地点 就是圣姐妹男友死掉的地方 而且这个传教士 在曾经事故中 拾去了一只手 并换上了一个银钩子 兄弟俩来到圣姐妹男友死掉的地方 这次大丁拿出了新式武器 装了盐块的枪 原来以前 温爹和大丁发现的盐 对鬼魂有一定的克制作用 结果兄弟俩被巡查的警探抓到持枪 一脸委屈地被抓进了警察局 闺蜜怂恿圣姐妹参加女孩聚会 圣姐妹的生父老爸却不同意 圣姐妹和老爸吵完架后回了宿舍 发现闺蜜已经睡了 体贴的圣姐妹没有开灯 摸黑完成了洗漱工作 第二天一早 却发现闺蜜满神是血的死在了床上 枪上还写着一行字 你是不是很庆幸没有开灯 大丁通过胡扯 让警探相信了三米是被恶作剧的傻孩子 毕竟没有正常人往枪里装颜快的 两人被释放 却得知了闺蜜被杀的消息 兄弟俩潜入闺蜜被杀的现场 发现墙上那句话之后 又在角落里找到了一个符号 这是那个传教士迎钩子上的标志 这下可以确定 这次要对付的是钩子男的鬼魂了 钩子男原来是传教士 因为事故人手变成了钩子 公然反对道德败坏 曾经用钩子杀了红灯去食三个妓女 一部分死者死在床上鲜血染红了床单 一部分死后被倒掉在树枝上 来显示死者的罪孽 知道是鬼魂那就好办了 找到事故撒上盐 一把火就能烧干净 可奇怪的是 为什么会招来钩子男的鬼魂呢 三米查到了资料 这个镇子多年来都有反对道德败坏的宗教人士杀人的记录 而犯罪者却坚称自己是被神秘力量控制的 三米认为两个死者都和圣姐妹有关 应该是圣姐妹的神父老爸召唤了狗子男 大丁却认为 可能是狗子男的鬼魂潜伏在神父老爸压抑的情绪中 而不是故意召唤 看来鬼魂附体这种事情 会找上负面情绪的人比较多呢 大家还是要乐观一点哟 不论如何 当务之急是干掉狗子男 兄弟俩兵分两路 三米去看住圣姐妹妇女俩 大丁干苦差事 挖坟烧事 大丁终于找到狗子男的坟墓 一边挖坟一边抱怨 下次绝对自己监视美女 大丁顺利烧掉了狗子男的尸骨 三米却从圣姐妹口中得到了一个消息 圣姐妹的神父老爸居然和已婚妇女搞上了 卧槽 然后圣姐妹就拥抱了三米 还试图交换口水 不是叫圣姐妹吗 放开我家小三米 幸好三米及时打住 神父老爸找圣姐妹回家 结果却被狗子男袭击 三米及时用盐枪击退了狗子男的鬼魂 神父老爸则进了重镇监护室 等到大丁烧事回来后 三米告诉大丁 他俩都猜错了 狗子男其实潜伏在圣姐妹的情绪里 因为男友小婚前趴趴 闺蜜想带圣姐妹尝试放纵 神父老爸满口仁义道德 却出轨已婚妇女 圣姐妹对此感到压抑和不满 成功让狗子男得到两血半 非常想给这三个人点珠 圣姐妹简直该叫圣母婊啊 人家带你干坏事的时候 你也没拒绝人家啊 按理说 狗子男的尸骨已经烧掉 鬼魂就该不见了呀 三米却提出 狗子也是狗子男的一部分 狗子是狗子男的力量来源 两人必须找到狗子毁掉他 才能彻底干掉狗子男 兄弟俩再次埋头与资料之中 发现狗子男死后 他所有的物品都收藏在 神父老爸的教堂里 狗子也被融成了其他物品 兄弟俩把神父老爸教堂里 和圣姐妹家里 所有银制的东西都拿了出来 丢进了壁炉 忽然 三米发现圣姐妹回了教堂 他忏悔自己 认为是自己召唤了圣经里的复仇天使 爸 他的认罪却招来了狗子男 妈妈咪啊 自己认罪也会被杀啊 达丁再再再再及时赶到 用颜快暂时击退了狗子男 这时三米发现 圣姐妹的吊坠 也是教堂里的银制物品 一把这下丢给达丁去烧毁 终于在关键时刻 干掉了这个死不了的狗子男 最终这次的命案又不了了之 兄弟俩依旧要离开 启程上路了 那么他们到底啥时候能找到爸爸呢 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期吧 如果有问题的话记得按赞和分享哦 赶紧订阅关注我们 一时间看到后续更新哦 剧集以外 对我们和猫咪的日常感兴趣的小伙伴 欢迎追踪Drama的微博和Insta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lasaih OK